经典散文欣赏 故乡的吃食 作者 池子健 北方人好吃 但吃得不像南方人那么讲究和精致 菜的品味重色暗 所以真正能上得了洗面的很少 但那些家常菜一直是我们的最爱 如果不年不节的 平素大家吃得都很简单 由于故乡漠河 地处苦寒之地 冬季漫长 寸草不生 所以吃不到新鲜的绿色蔬菜 我们食用的 都是晚秋时储藏在地窖的菜 土豆 萝卜 白菜 胡萝卜 大头菜 窝瓜 当然 还有腌制的酸菜和下季时晒的干菜 比如豆角干 西葫芦干 茄子干等等 人们喜欢吃炖菜 冬天的菜尤其适合炖 将一大盆连汤带菜的热气腾腾的炖菜 捧上了桌 寒冷都被赶走了三分 人们喜欢把主食泡在炖菜中 比如玉米饼和高粱米饭 已经炖菜的浸润 有如酒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滋味格外醇厚 而到了夏季 炖菜就被蘸酱菜和炒菜代替了 原田中有各色碧绿的新鲜蔬菜 菠菜呀 黄瓜呀 青葱呀 生菜呀等等 都适宜生着蘸酱吃 而芹菜 辣椒等则可以爆炒 这个季节的主食就不像冬天似的以干的为主了 这时候人们喜欢喝粥了 高粱米粥以及小米绿豆粥 在此时都是餐桌的主宰了 家常便饭到了节日时 就像毛手毛脚的短工被打发了 节日自有节日的吃食 先从春天说起吧 历春的那一天 家家都得烙春饼 春饼不能油大 要擀得薄如纸片 用慢火在锅里轻轻地翻转 烙到白色的面饼上 飞出一片片晚霞般的金黄的印记 饼就熟了 烙过春饼 再炒上一盘切得细弱油丝的土豆丝 用春饼卷了吃 真的觉得春天温暖地回来了 除了吃春饼 这一天还要啃春 好像蚕冬是完食一块 不动用牙齿啃食它 春天的气息就飘不出来似的 我们啃春的对象就是萝卜 萝卜到了历春时 柴得比翠生的多 所以选啃春的萝卜 就跟皇帝选妃子一样 费周折 既要看它的模样 又要看它是否风雨 枝叶是否饱满 很奇怪 啃过春后 嘴里会荡漾着一股清香的气味 恰似春天草木复苏的气息 历春一过 离清明就不远了 人们这一天会跨着篮子 去山上给已故的亲人上坟 篮子里装着染成红色的熟鸡蛋 他们被上过宫后 依然会被带回到生者的餐桌上 由大家分食 据说吃了这样的鸡蛋很吉利 而谁家要是生了孩子 主人也会煮了鸡蛋 把皮染红 送与亲戚和邻里分享 所以我觉得 红皮鸡蛋走在两个极端上 出生和死亡 他们像一双无形的大手 一手把新生儿拖到尘世上 一手又把一个摔朽的生命 送回尘土里 所以清明节的鸡蛋 吃起来总觉得有股土腥味 清明过后 天气越来越暖了 野花也开了 草也长高了 这时候端午节来了 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 将糯米也泡好 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 粽子一般都包成了菱形 若是用五彩线绳捆粽叶的话 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 粽子里通常是要加馅儿的 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 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 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 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 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 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 端午节之后的大节日 当属中秋节了 中秋节是一定要吃月饼的 那时候商店卖的月饼只有一种 馅儿是用青红丝 花生仁 核桃仁 以及白糖 调和而成的 类似于现在的五人月饼 非常甜腻 我小的时候 虫芽多 所以记得有两次 八月十五吃月饼的时候 吃得牙疼 大家赏月时 我却疼得五乌直哭 爸爸会抱起我 让我从月亮里 看那个偷吃了长生不老药 而飞入月宫的嫦娥 可我那双朦胧的泪眼 看到的只是一团白花花的东西 月光和我的泪花融合在了一起 中秋一过 天就凉了 树叶黄了 秋风把黄叶吹得满天飞 雪来了 雪一来 腊月和春节也就跟着来了 都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所以到了腊八的时候 人们要煮腊八粥喝 腊八粥的内容非常丰富 粥中不仅有多种多样的米 如玉米 高粱米 小米 黑米 大米 还有一些豆类 如云豆 绿豆 黑豆 等等 这些米 这些米和豆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慢火的熬制 香软滑腻 喝上这样一碗香喷喷的粥 真的是不惧怕寒风和冰雪了 一年当中最大最隆重的节日 莫过于春节了 我们那里一进入腊月 女人们就开始盲年了 她们会每天发上一块大面团 花样翻新的蒸年干粮 什么馒头 豆包 糖三角 花卷 早山 蒸好的就放在外面洞上 然后收到空面袋里 堆置在仓房 蒸月时 随吃随取 除了蒸年干粮 腊月 还要宰猪 宰猪就是男人们的事情了 谁家宰猪 那天就是谁家的节日 餐桌上少不了要有蒜泥雪肠 大骨棒 炖干豆角 酸菜白肉的令人胃口大开的菜 人们一年的忙活 最终都聚集在了除夕的那顿年夜饭上了 除了必须要包饺子之外 家家都要做上一桌荤菜 少则六个 多则十二十八个 看到盘子挨着盘子 碗挨着碗 灯影下 大人们脸上的表情就是平和的了 他们很知足地看着我们 就像一只羊喂饱了他的羊羔 满面温存 我们争着吃饱子 有时候会被大人们悄悄包到饺子里的硬币给割了牙 当我们当郎一声将硬币吐到桌子上的时候 我们就长了一岁 我们就长了一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